你不安 你不忙 又算了 我来吧 你不用担心 我是来照顾 可是丽川 我真的有很大的变化 我呢 现在 变得更加神经质了 脾气也更不好了 内分泌也失调了 现在爱情根本就不贵了 甚至听到这两个字 都有一点小兔了 哪有这么严重啊 真的有这么严重 我这两天太忙了 没有时间洗头发 这个年文出来了 我来帮你洗头 不要了 就不太耳意思 来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洗个头都在冬区的 一点都不老实 哪里有 你说 你有几天没有洗头了 那个 主要是最近太忙了啦 所以才没有睡得起来 对啊 可是 都犯困了 早点睡吧 差不多了 那我去睡吧 嗯 有色冷啊 有色冷啊 你要干嘛啦 什么干嘛啦 什么干嘛啦 我那个 打会了 我没有说要干嘛啦 死人了 你看了你看你的这些日子 我智商变得又低了 对不起啊 小秋 我错了 我耽误你太多年了 你们快来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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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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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午饭 午饭 嗯 什么时候做的 早上 你还没起来呢 好可爱啊 小秋 别忘了下班前打个电话 我来接你 嗯 拜拜 拜拜 这是幸福啊 拜拜 不知道啊 又不是很乖啊 小秋姐 走啊 小秋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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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彩票了吗 那个是你男朋友吗 小秋姐 你还能当我们社长吗 当然啦 我们想什么呢 一会儿小妍 跟我去趟车行 看看买哪一款 不用挑了 就刚刚那一款 是经济型啦 哦 还是经济型啦 哎呀 走吧 走吧 哎哎 你们 吃饭啦 小秋姐 吃饭 小秋姐 你吃饭 哎 真的 这什么呀 哎 反正都是好吃的 哎呀 你们都试什么呀 出来了 今天我自己带了 哎 这是我的 呦 呦 谁这么体贴啊 呦粉红色啊 哎呀 我看一下 哎 呦 你看还有字啊 呦 我是肉粥一号 请热一分钟 浪漫 我是茄子二号 请热三十秒 体贴啊 我是水果沙拉 生吃 不用热 好啦 还给我啦 你带个饭怎么了 等一下 我要检查一下 我怀疑里面装的根本不是菜 是满满的 好啦 不恶心啊 吃饭 好啦 饿不恶心啊 吃饭 吃饭 立川 你只是在这里换有什么 我在想 如果要变换这个空间的话 要怎么样整个空间才会 舒服一点 那只能换更大的房子啊 才会有更大的空间啊 你说的哦 那我们就换 嗯 那我先做一下设计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你说 我呀 面积要大一点 还有呢 卫生间呢 卫生间呢 要有更多的安全设施 就这样 嗯 小超啊 你真的不是一个 合格的消费者啊 王立川同学 我好像 还没有答应要嫁给你吧 没有 对啊 所以你说要装修什么房子 装修成什么样子 应该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又不想结婚 依你的一贯作风呢 我都不敢说望第二天醒来 你还会待在这间屋子里 我呢 是记忆犹新 往事历历在目 所以呢 过一天算一天吧 好 那我就来问你一个问题 看你的记忆力到底好不好 嗯 问好了 你还记得 你把咖啡 PO到我身上那一天吗 咖啡馆里面 放的是什么音乐 一个 容易受伤的女人 不是 不是吗 CK君来了 Rapsody 蓝色狂想曲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我总是会去那家咖啡店的原因是 是因为她总是放我喜欢听的音乐 主要我刚才没猜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实在太忙了 我平时在电调做很多很多事情 哪有功夫去注意一下录音机里放的什么歌曲啊 好 那我那天戴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 不是 不可能 你不是把咖啡 PO到我身上吗 对啊 咖啡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啊 我是在问你 你还没有PO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啊 我的天哪 那你下次来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好了 钱 收电脑的钱 真是 拜拜 是蓝色 对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偏咖啡色的篮子 是吧 算了算了算了 这样吧 我问你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简单的问啊 难得你一定答不出 这一点很简单 说 我的手上有什么东西 左手有手啦 左手 左手 肯定没有结婚戒指 没有 也没有戴手套 没有 那天你在用电脑 所以手上也没有拿笔 没有 对 我就说没错吧 那 那你手上有什么 我手上添了一个胶布 我小笔的时候 不小心滑到了一下 对嘛 那没事了 算了算了 你让你一下好了 我就当不及格 没有关系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及格吗 因为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对我一点都没有印象 我没有注意到你 这个绝对天大的冤枉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你 那是因为我把过多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你的脸上 有本事你问蜿蜜蜜的 蜿蜜蜜我肯定答得出来 好 那我就问你 关于脸上的部分 你问好了 如果你要是答不出来的话 我就把你修了 答不出来怎么可能 我那天 有对你笑过吗 这个问题我知道了 那天你绝对没有对我笑 因为那天你一直抽这一张脸 错 错 不可能错 你泼咖啡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当然没有笑 但是 我抬头看到你的那段时间 我是笑的 不可能 那天你绝对没有笑 我要是没笑的话 你肯定不会把咖啡 泼到我身上 小 shortage 关键你那根本就不算笑好吧 你那顶多算嘴角弯了一下 谢谢小秋同学 就算 就只有一点点 这就是笑 好吧好吧 你说算笑去算笑好了 反正让让你吧 所以你一提都没有答对 你的零分 零分 我说王 王立川 凭什么都是你在问我呀 我要是问你的话 你肯定也要答零分的 好啊 你问啊 我肯定是一百分 想想啊 我那天穿什么衣服 黄色格子的上衣 浅蓝色的牛仔裤 对不对 什么发型 马尾病 黑色的橡皮圈 什么口红 你没有插口呢 我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非常抱歉 我非常抱歉 先生 我非常抱歉 你口验啊 你不要这么野蛮好不好 你怎么都记得啊 因为 对 那不是我们第一次在咖啡馆见过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 好像应该在小兔咖啡馆吧 你被辞退了 所以晚上 你就跑到那家咖啡店了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你穿着一件黑白条纹的毛衣 还有双肩背包 还有双肩背包 黑色短靴 就像隔壁的那种小女生 上学校的那种玩笑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咖啡馆啊 你在一台车子的面前 整理你的头发 然后对着镜子调治你的内衣 我都看清楚了 你把我的镜子都撞歪了 你怎么都不知道 那台车子不是控制我的吗 偷窝狂王丽川 那个时候你在偷窥我出去 对不起啊 I'm sorry I'm terribly sorry 大色狼 你知道你是不是 那个时候就喜欢我了 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是多少